他今天人家都拉到褲子里面不让上厕所 我相信我们这个中国是最伟大的 是这个世界第一的 没有人敢欺负我们 我们虽然身在叙利亚 但是我们现在的安全是来源于祖国的强大 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啊放了台风假 但我始终没有放假 康瑞强台来袭台湾 但奇葩的是什么呢 昨天晚上中国海南穷海市 包含123个村庄 全部被水淹了个一遍 淹了一层楼之高啊 是不是莫名其妙呢 即便我花蓮的老家新城村 也还没有淹到脚踝的程度 我刚刚看了 就算是基隆的某条小巷 才淹到机车轮胎的一半不到 当然这是墙台 如果后续真的有淹到什么大腿腰 我觉得都情有可原 毕竟是墙台是吧 请问海南现在是什么墙台的平方 还是四次方来袭吗 并没有对吧 是坦美青台来袭海南周边 甚至菲律宾还已经帮海南坦的伤害 这个台风穿越了菲律宾已经被破坏的结构 而这个台风也还没有登陆海南在周边而已 而海南目前淹水的情况 比台湾墙台来得严重的多的去 事实上这也是个老问题 中共又把上游的水库给泄洪了 造成万全河水急速上涨 淹没了周边一百多个村庄 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試問一下 台灣到底這幾年什麼時候看到這種狀況 新北、台北市、台中、桃園、花蓮 有沒有非常荒唐呢 之前還有小粉紅洗地說什麼呢 因為台灣四周環海 就算是一個超級大颱風啊 也很快就可以排出海了 現在打臉的案例不就來了嗎 海南省的四周也是環海啊 而且海南省還是一座島嶼 甚至比台灣還小一點的邊際而已 這八年、這十二年、這十五年來 你們看到台灣哪一個城市集體淹成這樣 然後還要弄掉的 沒有嘛 可悲的是什麼呢 台灣確實有不少人啊 會因為水淹到腳踝的程度又痛罵政府無能 甚至平時就發文讚揚中共哪哪哪又好 中共哪哪哪治理有方 中國城市進步發展的表面那些虛項 結果當中共洩洪淹水淹成這樣 他又來一句 這是他國內政啊與我無關 台灣人關心台灣市就好了 那你平時又在推中國表面上那些東西 這不是他國內政了嗎 這就很奇怪了嘛 所以我真的不覺得台灣治水很差耶 我去年在義大利當時啊 應該九月還是十月吧 也是強度陣雨接量好幾天啊 短暫的 羅馬周邊啊 佛羅倫斯周邊啊 大淹水 整個新聞報導很誇張 我還現場看到被淹的 淹到大腿半腰不等 看看哪一個區域 那個新聞報導都是紅色警戒 義大利這個中部北部偏一點的 東通都是 我上個月在華盛頓 也是在當地的Old Town 那邊也是河水倒灌啊 淹水淹到舊城區的馬路上 如果每年那幾個月 那個地方亞歷山佐必淹的話 為什麼不在那個區域修除河堤 修除堤防 像淡水河那兩側 山蟲啊 對吧 板橋啊 還有那個台北市那邊 都有那個河堤 你就不怕海水倒灌 你就不怕颱風來了之後 河水上浪淹到那個民眾的住宅區 那華盛頓的亞歷山佐那邊 就沒有這個堤壩嘛 所以有時候不是說什麼 OK啊 那你也知道他們很爛 為什麼要比爛 不是 有時候不是比不比爛的問題 而是你太烏托邦 太理想主義了 你沒有去這個世界看更多的一面 卻想要我們領先世界 要領先這整個地球 變成外星人科技 跟你說 不可能 太盲目的相信烏托邦 不去跟現實去做結合 你就會變成共產主義 你就會變成毛澤東那樣 大煉鋼鐵 大躍進 這個人民公社 你就會倒成這樣子 接下來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最近這幾個月 對一名中國網紅跑去敘利亞各種拍片 中國牛逼 中國強大 敘利亞人看到中國人都會啪 對我們客客氣息 毕恭毕敬的 沒想到他上個禮拜 被敘利亞警察還有小偷 黑吃黑 關押了五天之久 OK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大家好 我是姚千多 跟大家久等了 剛出來 喘口氣 看到沒有 這個是 這個證明 是拿手機 他扣押手機的東西 我們是一共是五個人 五個人當時呢 上個禮拜五 我們是已經把這個小偷抓住了 那他是當時是偷了250美金 還有50萬的敘利亞的錢 他是不願意幫給18歲七行的中國小伙 我們當時呢 去找到了這個小偷 他送到了這個警察局 但是他們當地的這個警察局呢 只是憑這個小偷反咬我們一口 說我們要入侵他們家 實際上不是的 是這個小偷當時 他說去警察局是企圖把我們下退 但是他是偷錢的人 我們不怕 他路途上他想逃跑 他想逃跑 我們就把他送到了警察局 把我們一起都關在了這兩個監獄 按照雷南瓦公約也好 按照他當地的法律也好 你在48小時之內 如果說沒有定我們的罪的話 那麼你是要釋放的 所以說 我們現在從上個禮拜五的10點 已經是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禮拜一 禮拜二 已經是五天的時間 所以讓大家久等了 這一段期間呢 因爲為什麼我們沒有跟外界聯繫呢 因爲我們強烈的要求打電話 要求聯繫中國大使館 沒有任何人回應 沒有任何人允許我們使用電話 但是當地的這個敘利亞人呢 這個小偷呢 他是隨時可敵 他甚至在這個押解的車上 可以問到警察拿著電話跟家人聯繫 就是找關係 找律師找各種途徑 來洗脫他的罪名 目前來說敘利亞的這個小偷 目前仍然關押在監獄 我現在是因爲家裏面是 通知了這個 新疆這邊聯繫這邊 我們在還沒有偶然他的正規的法院 判正式判決還沒拿到手的情況下 就已經出來了 所以還是感謝祖國的長大和偉大 如果說沒有祖國的話 我們這些人在這邊真的是生死未卜 性命難保 看這些都是我們在這邊扣押的一些東西 這個錢也是一分錢沒有少的這個退給了 這也是一個博主 你家人感覺我們真是個體驗 什麼感覺 這天像過了鬼門關一樣 沒有任何周遭把我們的手機全部收走了 就不能跟家人打電話 五天了吃的沒有水水沒有 只能喝自來水 這個餅是我們今天早上吃的 不敢吃完留著 不然晚上就沒飯吃了 真的是把我們往死裡搞 今天吐了在那哭 今天他和我們那些什麼死刑犯 什麼亂七八糟的一些犯人 什麼牛馬蛇神關在一塊 連續關了有四天吧 今天是為什麼崩潰了哭了 因為今天是個什麼特殊的日子 今天是我的生日 生日在早上我們從早上7點鐘起床 是中午到下午的兩點半 還是我們自費買的 我們自費買的肉圈 對給這個兄弟過了個生日 他在監獄 是這個吃了五天 對嗎就是 他今天屎都拉在褲子裡面 他今天人家都拉在褲子裡面 不讓上廁所 我吐東西你問他 對呀我吐 那褲子都髒了 我說上廁所他不讓上 對犯的想上就上 想打電話就打電話 就有種排外的感覺 對我吐東西都吐不出來 吐都是胃蒜 有的人根本沒有地方睡 前往陰草地府 我的天 辣的味道 我的天 地板睡在那 六個面沒有窗戶 看不到窗戶 這個抽空機 腐爛的味道 還是潮濕的 空氣沒有任何消毒 我的天 那個空氣 我的天 我的天 我是被乾出來 狀態有點不好 也生病了 都病了 我就差不多了 今天最後說一句 給大家報道平安 讓大家擔心了 最後感謝祖國 感謝祖國 感謝祖國 感謝強大的中國 如果真的沒有中國政府出面 真的我們這幾個 你說我的心都抽到嗓子眼了 就是我之前 暴打辱華老外的這個視頻 只有誰能看得到呢 只有巨利亞在中國的生活的人 他能夠下載我們的走音 我們的軟件 在這邊是禁止 他根本都不可能下載這個軟件的 是誰把這個信息 傳遞到這邊的部門 那在中國肯定是有內奸 在中國肯定是有隱藏在中國的這種勢力 然後把這個東西給了14億同胞 緊緊的團結在一起 我相信我們這個中國是最偉大的 是這個世界第一的 沒有人敢欺負我們 但這一次就看到了祖國 祖國偉大的力量 我們雖然身在序利亞 在這個無太平的地方 在一個不是那麼很安全的地方 但是我們現在的安全 是來源於祖國的強大 來源祖國14億人民的牽掛和鼓勵 支持 感謝祖國 感謝為祖國點贊 要不是那麼強大的祖國 我們現在還生死難料呢 我們現在可以唱一首歌 請來不願做努力的人們 這裡面就搞笑了 不能打電話 沒有跟外界聯繫 中國政府中國大使館要出面 你就在造謠嘛 你怎麼讓中國政府出面呢 心靈感應 他也講到了 這個人常常在序利亞街頭拍什麼 序利亞人歧視亞裔 歧視中國人這樣子 對吧 然後我就去把他報打 這個是演戲的嘛 你給一點錢 給他們一點錢去演一下 你看喔如果今天一個中國人在序利亞 隨意這樣報打 人家就直接這樣掏出來了 旁邊的人民一定都是幫序利亞人的 你從這個警局的狀況就可以看出來 即便是警察都會幫當地的這個黑道 當地的小偷 你如果真的在街上 你沒有寫一個牌子說我們在拍戲喔 先套好 你絕對是被這樣的 所以不用在那邊演 然後還說什麼 序利亞那邊是進抖音的 欸 美國現在要進抖音 你們全中國媒體氣得爆跳如雷 結果現在呢 序利亞進抖音 你們一個屁都不敢放 而且啊 你剛剛也說了 我在抖音上面拍的爆打序利亞人 只有中國人可以看得到 序利亞人看不到 不知道是誰把我們的影片翻譯給序利亞人看 導致我們被關了五天 欸做事就要有種嘛 爆打序利亞人 當然要給序利亞政府還有序利亞人看得到啊 不然你在拍什麼藝營嗎 如果中國大使館有介入的話 不可能給你關五天這麼久 而且中共大使館肯定會幫你們討公道 要求賠償或是警局代表出來道歉 但不好意思並沒有欸 而且中共官方跟序利亞官方是好朋友 去年啊 獨裁者序利亞總統到訪中國 受到小粉紅們的熱烈歡迎 中共的好朋友不是朝鮮俄國 白俄羅斯序利亞 不然就是什麼哈馬斯塔利班 你試想一下今天日本警局關押了五天 然後不給吃不給喝 如此惡劣的環境給中國人 微博上會怎麼樣 相信你們心中都有答案 中共大使館會不會發表什麼記者會 中共外交部會開什麼記者會 你們也可想而知吧 但是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俄羅斯 俄羅斯序利亞一點風聲消息都沒有 不給你們封號就已經很好了 還想要我們黨媒幫你PO上微博熱熱搜 不可能 原因很簡單啊 流氓就是怕拳頭而已 日本美國是一個文明國家 你當然就是吃定人家會講道理 講文明 就算人家當時跟你耍流氓 最後也是會被自己的法律跟憲法審判 要給你國賠的 所以你跟他們耍流氓 你會討到更多的好處 但是面對朝鮮、俄國、敘利亞 你跟他講道理 你準備吃鐵拳 但是中共在戰略上又要跟這些國家 有交好要有背書 所以也不敢大肆的報導 我國公民在敘利亞被敘利亞政府迫害 不可能 他國政府對本國公民的迫害 這一切都是你們小粉紅喜愛的 那我當然無所謂啊 隨你們高興 我先前來看到一些粉紅嗆什麼 你們天天趁我們中共官員指你去歐美讀書 去日韓留學 或生活甚至定居 明明你們台灣人也不少去歐美日韓讀書定居的 OK 那這個時候中共官員就不行了 你們台灣人就可以了 趁我雙標 這個核心的問題我相信你們也搞清楚 我們國家從來沒有反美、反日、反歐 但你們國家政府有反美、有反日、有反歐、反北約 天天在嗆聲 最近歐盟又要把你們電動車關稅提高到40、50% 你們又出來嗆聲了 美國有沒有反美、有反日 這我不用多說了 你央視打開來不難看見吧 從1949年開始你們的海報你都當作沒看見嗎 打倒美帝國主義解放台灣 打倒美帝國主義解放全世界 這些你們海報都沒有看到 你們連歡樂股的萬聖節活動都被取消了 還有臉說啊 按你們的國家戰略啊 你們中共官員子女應該要去哪兒? 俄羅斯、朝鮮、敘利亞、阿富汗留學、定居、甚至移民 那我絕對沒有意見 我不會罵你們 因為你們標準是一致的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號下次見了 掰